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越多,欢迎来到不知道研究所 有很多年轻人出生在小地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紧巴巴读了一个二本学校,然后到大城市做了一个所谓的白领 收入却不如做家政工,而对于有背景的人家来说 买个学区房,评个创新奖,很容易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下一代的教育优势 教育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我们把它拆解出三个问题 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扩招,更多的人有了读大学的机会 不过,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偏袒穷人 研究显示,扩招前,城市小孩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小孩的3.4倍 扩招后,这个数字扩大到了5.5倍 教育很难帮我们抹平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宏观差距 是教育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吗? 我们不妨先考虑一下,穷人逆袭富人一共需要几步 3.第一步,接受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至少可以帮助社会底层摆脱自己的出身 有机会去城市打拼,在工业和商业中谋生 第二步,接受大学教育 争取211-985,获得高级的专业知识 而考大学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竞赛 不仅孩子要尽可能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 而且家长越高知越有钱就越能跑赢教育的军备竞赛 穷人并没有更多的胜算 第三步,进入社会,努力工作,完成逆袭 穷人因为更少的家庭支持 依然需要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三步里面没有哪一步是穷人走得更轻松的 所以比较务实的认识是 教育让我们超越自己的出身 比如可以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 对自己的未来也更有选择权 但如果你期待教育是某种魔法捷径 青妈变王子,鲤变成龙一毕业 就可以梦想成真 这就不很实际了 事实上,这逆袭之路的第二步 也就是上大学 对于社会底层来说 有时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 上大学需要付出四年的时间和学费成本 如果考不上好大学 毕业后的前途收益其实难以保证 借用加里·贝克尔的视角看 教育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 这笔投资的风险 有时是穷人负担不起的 所以一些人会放弃考大学 高中毕业之后另谋出路 我儿子虽然说初中毕业之后 没有再继续问学 可是你要知道 可以没文凭 不可以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不可以不读书 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 高中毕业 是自己一生中的知识和智商的巅峰 高中学的东西很多日后并没有用 只是为了参加每年六月七日的那场 全国比拼 我们也可以批判地看待这件事 詹姆斯斯科特在六论自发性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学校训练的能力主要是狭义的分析性智能 它其实与成功社会没有太大关系 人们真正赖以创造价值的品质 包括创造力才能 情感智能 将义才能 语言才能 艺术才能等等 理论上说 它们是素质教育的内容 大家觉得自己接受过这种教育的请扣1 没有的可以扣个0 在你的一生中 你大概率尝不到运用学校知识带来的成就感 因为它们大多只是用来考试的 这是个逻辑闭环 学校知识只在学校有用 从前的做题家走出了校园 就只能从零开始 选招个人价值了 所以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教育就是你把学校学的东西 全忘掉之后 剩下的那些 如今 选择与学校教育奉陪到底的人 依然是多数 当人们津津乐道 学校教育带来的机会时 却很少正是教室里 每天都在发生的厌倦 挫折和茫然 学校不向你展示你的兴趣 创造力口才的发展前景 而且让人产生错觉 不会爱学习的学生 都是没有未来的 后浪这个片子 很多人看了觉得酸 因为片子里说 我们这一代人 可以自由选择学外语 学手艺 还是去遥远的地方旅行 但想想自己 仿佛并没有那种 自由选择的权利 年轻人的选择 大多是学校教育提供的 选文理科 选大学 选专业 这些选择 在条件艰苦的人看来 已经是巨大的自由 然而 当后浪们把个人发展的标准提高了 学校教育 就又不见人意了 老师 还回答得了 我们的迷茫吗 我们常常怀念 百年之前的大教育家们 他们为教育和知识 立下使命 期待着接受 新式教育的新青年 却给整个社会带来改变 而到了今天 知识退去了从前的使命感 学校成了大批量生产毕业生的流水线 老师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员 人们不再奢望年轻一代能拯救三次元的世界 我们未来能做点什么呢 知识有什么用呢 这些困惑 也是我们做不知道研究所 这档节目的一个出发点吧 玛格丽特米德 在她著名的小书 《文化与承诺》里 提出了这么一组 有意思的概念 人类绝大多数历史时间 都处于前欲繁华中 即后辈从长辈那里 获得对于世界的知识与看法 因为世界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人们只要把知识代代相传 就可以了 但如今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 我们更多从同辈人 而不是师长那里 获得有效的知识和眼界 这也是学校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 学校 尤其是大学 让你离开原生的家庭和故乡 在异乡和同龄人的交往中 学会做人 学会独立生活 走出学校 在同事之间 打工者群体中 漂泊城市的年轻人中间 人们都需要依靠相互学习 来生存 发展 你的迷茫 要和同龄人一起 去寻找答案了 现在回顾这些问题 我们会发现 教育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幻想的那种 一举成名 鲤鱼跳龙门式的成功 教育给不了 我们对教育的过多期待 或许掩盖了我们的存在主义懒惰 我们期待教育带来的改变 终归需要我们亲手去实现 一切教育 最终都是自我教育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三连关注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